各位姐姐大和 大家晚安 晚安 很高興今天又到我們一經班了 以前我們去台南上一經課都是星期三 在這裡我都星期一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七堂課了 第七節就是講後話 就是這個話天風後 為什麼要講這個後話呢 因為要講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大家彼此都要很珍惜 比如說你是兄弟姐妹的 為什麼你們投胎轉身 到這個家裡來當兄弟姐妹 所以你們一定要很珍惜 為什麼會做夫妻 對不對 一定要很珍惜 還有我們這個一經班 為什麼那麼多人 偏偏我們來這裡散客 所以這個都有某種的緣分 所以這個就勾掛 然後還有就是兩個階段 另外後面就是正確觀點 最重要會跟各位講 因為上一次不小心講流了嘴 就是我們掐指一算 結果一般之後很多錢先來問 怎麼掐 也會跟大家講 還沒開始之前 後水仙也是關於的來講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我們第二堂課的序言 第二堂課不是有講個故事嗎 然後將太風 然後得罪了達基 然後達基的派人要把他追上 所以他就用水燉 燉到那個餵水而去了 還記得嗎 他在那裡就一直等等待時機 他在釣得很可愛喔 他在釣魚做什麼 他在釣什麼魚 他的魚溝似乎在水上面 然後魚溝沒有什麼飼料也沒有什麼 根本就不是在釣魚啊 他是在等待一個人來請他 所以以前的高人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一段就是要虛擾一段 以前就是文王 從文王被關在尤里切臉 然後回來了嘛 突然間有一天 他在睡覺的時候要做夢 做夢到一個很奇怪的夢啊 就是說有一隻白熊 很大的白熊從他的身上撲過來 然後他嚇到了就醒過來了 醒過來之後 以前的聖人就是這樣子 好像突突其來一路 然後他就會沾給我 文王聖人你知道嗎 他是後天八卦的從十人 所以他已經是一個很高頂的一個高人啊 所以各位先生 他沾了一個卦就是這個卦 叫做天風鍋 這個鍋鍋就是這樣子來的 然後呢各位先生 他沾到這個卦 然後下一步要做什麼 就是要找人了嘛 他肯定說有一隻白熊來找他嘛 各位先生你怎麼斷 前卦是不是在南方 以前講過前卦在南方 東卦在北方 第一個他就斷南方嘛 我要從南方去 哪裡的南方 就是他住的那個地方的南方 了解喔 比如說你家住台南 台南的哪裡 那個南方 就是這樣以你斷這個卦的那個點的南方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裡動畫 就是你這個點的南方 這裡從南方去就是從永昂去了吧 是不是 那去後來是南方 所以他剛好他的家往南方去 結果剛開始他請那個誰啊 他的孩子 你去看看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人啊 有沒有藝人啊 結果他兒子去了 然後帶兩三個賓士去 他繞了很久 結果呢 就看到一個老人啊 他在哪裡釣魚啊 就看到在太公啊 在衛水河就釣魚啊 他覺得很奇怪 文光的兒子就問他 那個太公啊太公啊 請教一下 你為什麼用這樣釣魚啊 為什麼沒有用那個蚯蚓來 是什麼事要來釣魚啊 什麼浮在上面呢 這樣啦 你們釣魚啊 然後江太公就講一句話 這個要用台語講 才有味道 你說小隻 大隻不是一隻隻 小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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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說文光你過來啊 你叫你的孩子來幹什麼呢 意思是這樣子啦 然後他的兒子聽到這裡 也好像說也沒有跟他搭訕 也沒有跟他 也沒辦法邀請這個人吧 然後他就跟父王講 回去跟文王講 文王聽到 啊 我錯失一個機會了 應該我要親自去請這個人 而不是隨便叫一個人去請他 他就願意來了 因為高人不容易請啊 好 像你看那個孔明之格亮 留必要三勤耶 最後才出來的 你不請我 我還不出來的 是不是這樣子 高人都是這樣子的 好 然後文王就這樣的 真的 隔天就親自去了 親自去的時候 各位錢姐 兩個高手會合的時候 各位錢姐 你知道會產生什麼火花嗎 文王是一定的高手 江泰東也是藝經的高手 因為他是岩石黑村那邊 隨時藝經隨時五十年才下山 各位錢姐 所以兩個人都是藝經的高手 碰在一起 你看看 哇 講天講地講 哇 無所不說啊 一拍即合啦 有一種相見恨晚那種感覺 對不對 然後講到最後 文王說好 我知道你是高人的 就是我要找了那一隻白熊 所以那個江泰東就是 白熊醒來轉做的 所以他說夢見有一隻白熊 顧向來 結果就邀請他來當白相 江泰東說好是好 可是喔 我有一個要求 希望文王你幫我拖車 因為以前的諸葛要出門 都是那個那個馬車出門的 不是用走路的 那個他們有分三匹馬拖的 兩匹馬拖的 一匹馬拖的 都是一定要坐車就對了 坐馬車去 然後呢 旁邊的四重啊 他的孩子就跑過來 他說喔 江泰公啊 不用我們父王來幫你拖啊 我們喔 來幫你拖就好 江泰公說 你們這些幫我拖 我都坐得過癮啊 只有文王幫我拖 我才坐得過癮 文王說不要緊 他要我拖 我就幫他拖車 就這樣子 這個 顧帶希也要做過啦 那個 那個歌仔希 常常都做這一幕 其實都是在講這個 這個是我們歷史上 很有名的一段故事 結果真的 那個五馬就拖車了 然後江泰公就跑下來 跑去的三個車子 開始拖 他剛開始的時候 是從西方 就是那個 我會隨著西邊 開始坐坐坐坐 然後他一步一腳一 一步一腳一 他走一步江泰公就在那裡算 一二三 就一直幫他算腳步就對了 所以我們說一步一腳一 就是這樣來了 然後走三百四十一步的時候 文王真的也累了 因為文王那時候是九十幾歲了 已經累了 所以我已經拖不了了 所以江泰公說文王啊 你的力氣就這樣子嗎 我還沒有做過癮 你繼續拖吧 然後那時候他就轉過來了 往東邊去了 就一步一腳一步一腳一 又拖了五百一十五步 然後真的沒力氣了 文王真的沒 已經全力已經耗盡了 力量已經耗盡了 然後他說 哇江泰公啊 如果你再做不舒服了 我也沒辦法了 因為我已經沒有力氣了 那個江泰公真的沒有了嗎 他說真的 我已經做不動了 江泰公聽到這裡就馬上跳下來 會在文王的面前 他說恭賀文王 文王說恭賀我什麼 他說你往西邊走 未來的西周興旺三百四十一年 你又往東邊走 代表未來的東周興旺五百一十五年 所以周潮最長久的時代就是 加起來剛好有八百五十六年的年代 所以我們中國歷史 歷史以來周潮是最長的時代 就是這樣子來的 哇那個文王就到這裡 他說江泰公你再繼續坐 我再去拖 他說天氣已經曬好了 你再拖我也不敢坐了 他說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厚水來介紹那個人 文王 文王他的祖先叫做契 就是他的爺爺的 再上清他的大契伯 他的祖先的來歷就是契 為什麼叫做契呢 因為他的母親就是地庫的後輩 這個契的母親就是地庫的後輩 那個這個母親就是生下這個契 為什麼叫做契 因為他母親生下這個孩子就是難產 差一點就要他的生命 愛錢你知道不是像現在 難產就很老處理 錢不算難產可能就 人家說生的過兒 生死亡 生死亡 就這樣子 所以他差一點就死掉 結果他就很生氣 也欺了這個孩子 結果就把這個孩子丟到水裡去 合裡去你知道嗎 可是說也奇怪 他把這個孩子丟到合裡去 又一直流流流流 又流回來了 三次都這樣子 所以他的母親就心不甘情不厭的 就把他又抱回來 反正你要讓我養我就養你吧 就這樣子 可是還是很不敢 所謂名字去棄放棄了 你這個孩子差點害死我 我要把你放棄了 所以就是這樣子來 然後呢 文王的主婦 叫做骨公堂婦 骨公堂婦就是他的爺爺 爺爺有三個孩子 就是文王的大伯二伯還有他爸爸 他爸爸叫做紀律 所以骨公堂婦就是有一天做夢 夢到說空中怎麼兩個太陽 各位姐姐 空中兩個太陽是什麼意思 有一個字叫做倉 兩個字嘛 所以文王叫倉就是這樣子來的 紀倉 所以他父親就 哇 夢見說怎麼看呢 空中怎麼兩個太陽 結果那一天 剛好那個什麼紀律 就是他爸爸 然後呢 他的母親就把那個文王生下來了 結果呢 那個文王的名字叫做倉 就是這樣子來的 結果呢 那個骨公堂婦就是文王的 父親爺爺 覺得這個倉 以後一定是一個大有作為的人 以後一定是一個聖人 他的感覺啦 就是這個來 這個孩子來歷肯定不小的 所以他就一心理意 要把他的王位傳給這個倉 可是有大國二國啊 以前的制度不是說 我希望傳給誰就傳給誰 不是這樣子的 都是皇帝你要傳 就是傳給大兒子 就是傳給長子 沒有傳給第二的 也沒有傳給第三的 所以呢 虎公堂婦就這個心 心搭在那裡啊 我知道這個倉 以後是一個高人 可是喔 我的位置 聽過的傳給他 所以他的父親 他的那個虎公堂婦這個人 他說心裡耿耿一環 結果呢 就讓那個虎公堂婦的大兒子 跟二兒子了解 爸爸的心思了 所以這兩個人喔 就願意放棄江山啊 結果就跑去五國去了 因為以前是七國爭霸 就跑到五國去了 所以我們甘願婦要有這個地位 就故意留給既律 就是虎公堂婦 結果呢 虎公堂婦快要往生之前 請人把大兒子跟二兒子 要請回來 談事 可是他們說 我們已經虎公堂婦了 我們不要回去了 故意的啦 就是要把這個位置 站給既律 才可以傳給公堂 結果真的 就是他們也 虎公堂婦呢 往生之後呢 他的這個地位 就傳給了既律了 既律往生之後呢 自然而然就傳給了文王了 所以文王可以當主王 就是這樣子來的 好 所以這個 為什麼今天要跟各位講這個 因為喔 過壞就是相遇 可是他也是遭遇 畢竟就是這樣讀的 你不能說相遇就是相遇 也不是這樣子喔 因為比如說這個話來講 過壞是相遇 為什麼還要遭遇 因為不好的遙就是遭遇 好的遙就是相遇 這個位在高級版 我們也清楚跟大家講清楚 說明吧 因為今天有講到 第一遙跟第三遙跟第四遙 就是遭遇 就是不好的 第二遙跟第五遙跟第六遙是相遇 是好的 所以比如說你弄到了利咬 你要小心的是 詐遇不是相遇 所謂詐遇就是 你出去可能莫名其妙被騙了 還是說哇 莫名其妙發生車禍了 還是說莫名其妙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就是詐遇 啊相遇咧 相遇就可能你會碰到很久不見的老朋友 還是說文王相遇到江泰宮 所以你看 奠定的周朝的八百多年的一律史 所以你看看相遇一個高人 你看多重要 所以這個就是研究《易經》 跟各位講清楚一下 《易經》一個掛 它可能都包含這樣的一個寒意 就是這樣子的 好 各位選一選 這一張圖是在講什麼 或許那時候研究這一張圖 心就開了 心就開了 這一張圖是在講什麼 各位選一選 我們現在是不是都是在這個地球村 我們這個地球村 目前地球村大概六十幾億 將是七十億的人口 你看看 我們偏偏住在這個台灣 各位選一選 如果你找那個地球村的地球儀 我們台灣很不好找得到 因為太小了 就這麼小 又在海中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地球村 就也是六十幾億人口 六十幾億人口 這個地球村有兩百多個國家 包括我們台灣也是獨立一個國家 可是只有兩千三百多萬人口而已 大陸呢 十幾億 差得太多了 或許以前去那個鄭州 或許去問他們說 這裡 鄭州 那個荷蘭那邊 我說這裡有幾個 人口大概有多少 他說大概一億 只有一個神就一億了 有沒有 嚇死人了 我們只有兩千三百萬人 你看台灣多大 所以國家有兩百多個國家 人口有六十幾億人口 那城市已經算不出來了 各位選一選 這個我們了解很 可是我們在九大行星當中 我們只是一個 九大行星的一個而已 九大行星就是 基星、木星、火星、水星、海黃星、冰黃星、天黃星 包括月亮跟地球 形成的叫做九大行星 好 所以我們是九大行星 其中一個星球而已 九大行星呢 是在一個太陽系裡面 一個太陽系 就有一個九大行星了 各位選擇 宇宙有多大 你聽到你就嚇得咖啡大跳 所以你看看 一個太陽系 就有四十一億的九大行星 那麼多 而且不是這樣子 一個銀河系 就有八十二億的太陽系 那我們台灣這樣 我們地球村在哪裡 就看不到 還有 再上去一個天河 就有八十二億的銀河系 再上去 一個小宇宙 就有一個天河 再上去還有一個大宇宙 再上去還有一個虛空 哇 這個宇宙到底有多大 沒辦法算的 真的是沒辦法算的 所以 從虛空 講到我們地球村 各位姐姐 我們地球村 就好像一粒沙 一個沙子而已 就那麼小 整個沙灘 一個沙子就是那麼小 那個沙子裡面裝個六十幾億 各位 都會選一選 所以你看 我們可以相依在這裡研究疫情 你看我們的緣分有多深就好 所以各位姐姐 那時候或許研究這一章 哇 覺得哇這個太好了 所以研究疫情的人 也會天文也會地理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星朵 以前我們台灣 抬頭看整個都是滿圓都是星朵 可是現在很少了 可能被烏雲遮住還是怎麼樣 各位姐姐 這個星朵 就剛剛我們剛剛講的 太陽是一個星星 還是陰兒是一個星星 還有整個喔 它如果是一團的 像這個類似一團的 就是 那個叫做陰團 虛陰團 所以你看 這個都是整個虛空 那一個星球 一點喔 一點喔 都是太陽系 陰兒系裡面的星球 你看千千萬萬的星球那麼多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九大行星 我們九大行星 繞了太陽走 所以每個九大行星 通通可以自轉 還是公轉 所以我們地球村 太陽繞一圈 剛剛是一連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那只是一個九大行星 你看我們剛剛說的 有十十二億的九大行星 所以你看 宇宙到底有多大 好 所以各位先生 地球有六十幾億人口 你看喔 我們為什麼沒有投在去大陸 還是香港 還是去美國 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 有二百多個國家 為什麼我們沒有去 我們偏偏出生在這個地球 那個台灣 台灣只有兩百三十 兩千三百多萬人口 台灣你看 為什麼我們沒有去台北 沒有去極東 沒有去高雄 沒有去台中 偏偏在台南 為什麼 這就是鹽分 是不是 好 好 所以呢 各位先生 我們一定要 互相地 惜這個鹽分 所以跟人家相處 一定要有善言 不要有惡言的 因為 言有分善言跟惡言嘛 你好好跟人家相處就是善言嘛 那如果跟人家來起爭埃 那種惡言嘛 比如說 為什麼你今天跟人家插狀呢 那麼多車輛 為什麼會跟這個人相處 還是插狀 還是怎麼樣 一定有跟他有某種的因言嘛 對不對 好 如果我們客氣 都不行都不行 是我的錯 看怎樣 我們請那個警察來量一下 是不是大家都沒事了 如果你不客氣下來 就開始罵 你會不會開車啊 你是鄧大港 你沒有眼睛啊 這個 這個造的惡言啊 同樣一件事情 你可以心平氣而的把它處理得很好 同樣一件事情 你隔音把它搞得很雜 那個就是看靈溫 你是要跟人家解神 還是要跟人家解惡言 那如果今天算你去哪一刻 你覺得哇 這個 這個六十幾億可以跟這個人摩擦 可能一定有跟他的某種因言 就跟他解個散言吧 對不對 好去好散 所以你看 我們到底人到底都渺小 這個沙子裡邊六十幾億人口 沙子裡邊的六十億分之一人 都先講 很太渺小了 真的 所以人喔 鬼格的人說 我要勝天啊 我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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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都很好 可是喔 天要媚我們喔 一下子就完蛋了啦 你看那個疫情來了 哇 死了好幾十萬人口 人哪裡那麼厲害 哪有多厲害 人喔 太渺小太渺小了 可是往往人都會看容 都會焦暴 都會看不起別人 都不自以為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包括厚水也是 現在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有在研究經典 我發現哇 人太渺小了 我還有什麼好渺小的 好好好 好看容的呢 好驕傲的呢 對不對 包括說可以當父親啦 父子啦 還是兄弟姐妹啦 還是說那個什麼 住在一家當中 各位先生講 這個因緣有多深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去投在江江老師他的家 為什麼投在這裡的家 為什麼你不到你家 到底你家到哪個家 偏偏的到這裡 這個都是因緣吧 是不是 好 這個就是 比過期式跟這個家人有關係 跟這個家裡的人 夫妻 兄弟姐妹都有某種的因緣吧 今生今世才會在相約來到這裡 所以是不是兄弟姐妹 也要好好地珍惜 不要說像那個什麼 王永慶死掉的時候 各位先生呢 我們都知道 為了財產 王永慶一點都沒有辦法埋葬 為什麼 四個兄弟姐妹在裡 評論就是那個遺產 沒辦法搞定 還告上法院 兄弟姐妹為了遺產 一直告來告去告來告去 沒有定案 父親不能買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看 很多兄弟姐妹就是到最後 為了那個遺產的問題 產生了摩擦 產生互相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激勵 互相你告我 我告你 你看看完美成仇 是不是得不償失 所以甚至我們可以降生到佛堂的家裡 那更不簡單 真的 或許跟各位講 如果你金聖經是投胎回一個人 好像說你去投胎 就是他家裡是在殺豬的 各位先生 你今天會坐在這裡嗎 肯定不會坐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你也幫父母親在裡殺豬啊 因為或許找他都要做生療 還有我們的哥哥 大概四五間都是在賣豬肚的 你知道他們賣豬肚是怎麼賣嗎 他們用那個機器 噢 噢 噢 鋸什麼你知道嗎 鋸那個豬的腳 腳那個骨頭 鋸 鋸 後來聽著 就說保護手 很可怕 又不能不聽 所以就是這樣 晚上你頭在在那個殺豬肚 然後你天天都要幫母親賣豬肉 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投生在那裡 在那個喝酒的家裡 我跟你講你也一定也會喝酒 賭國的家裡 你肯定也一定也會賭國 如果你投在那個殺雞的家裡 你天天也會殺雞 就這樣子 各位先生 如果你投生在那個佛堂裡面 施災的家裡 各位先生 哇你們信我 你天生就是話 出生你就是要吃災的 所以這肯定你的根基跟來歷 跟還有主德 一定相當的不懂一點 所以你看 可以當兄弟姐妹 當母子 還可以投生在那個佛堂當中 各位姐姐 你的根基都非常深厚的 發光夫妻 夫妻相依非常不容易 而且你說不容易 兩千多萬 你偏偏不要去找 偏偏要找這個人 相信坤道都一樣 你還沒有結婚之前 很多人一定會在追你 對不對 至少沒有二十個也十個 對不對 這一個第二十個當中 你看偏偏選中別這一個 這個不知道什麼音點 對不對 那就是選中 選中你就交給他了 所以 夫妻相依真的非常不容易 所以夫妻相依之道 一樣互相包容 互相體息 互相諒解 真的就是要這樣子 不要 我怪你 你怪我 然後呢 天天在那裡吵架 這樣不是夫妻之道 如果你研究這堂的 你說 哇 兩千三百萬人口 我偏偏 嫁給你 偏偏取到你 這個就是過去式的一個因編的 所以不要再照惡言了 一定可以互相的包容 絕善言 所以我們有刀親 發生過這種事情 就是他嫁一個喝酒的人 然後他先生沒有喝酒 是一個人產 哇 什麼都很棒 可是只要一喝酒回來 就是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呢 他就叫他的老婆起來 然後孩子起來 兩個孩子 一對一個孩子 然後三個人 逼真 再來越冰 你知道嗎 你看如果嫁到那個老公 他就氣死了 然後他老公如果生氣下 還會打人 然後來找我們 我們就鼓勵他 他說可能以前也是這樣對人家的 你就把他當作是還給他吧 對 哎 哎 他先生本來喔 會喝酒 被這個太太 因為太太喔 常常被她打 她太太听道理听道 说人生不苦海 她的脸也掉下来了 真的是苦海 马上清口 马上吃灾 你知道吗 经过二十年 太太清口二十年 影响她老公 她老公是一个很会喝酒的人 结果把酒也戒了 你看 影响就这么深了 所以你愿意跟她结善缘 她就会变成善缘 如果你不要跟她结善缘 还跟她恶缘相伤的话 就是继续造恶缘 下辈子可能还继续 继续造恶缘 所以因因相报而失了 包括各位先生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读一经 因为霍水很久没有开一经班了 江老师他们就知道 有一阵子去大人居了一两年 那里已经重复的差不多了 霍水就回来了 回来也没有人请霍水讲一经了 霍水就觉得说 有这个功夫 就没有讲 这就很奇怪 所以就请示我们两人失收 我们失去再来开一班 点声失收很迟 说好啊 你要开就来啊 然后我们才这样 都陆续续的来张目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好的机缘 坐在这里互相迎就一经了 所以 也希望大家好好 珍惜这一段的影演 好 这个就是过话的段词 段词它说 天地相律 品无玄章也 刚律中正 天下大行也 所以天地相律了 品无玄章 所以各位前写 天就是在上面 地就是在下面 每天他们就在相 都在交流 天地 天地都是这样子的 品无玄章就是所有万物 都互相的感应 玄就是感应的意思 所以就好像 或者把它讲简单一点 像我们空中为什么有云 空中有云各位成人知道吗 因为它是受太阳的照射之后 照到海水 海水成雾气了 然后它上升了 上升就变成云了 这就是天地相律 天地在云之后交流 所以交流之后 品无玄章 然后化作云之后 云就化作云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 滋润所有的万物 所以植物什么都是这样的被滋润的 所以刚欲中正 天下大行也 什么叫刚欲中正 因为前化 就是第五牙这一牙 德先生会讲 它是守中正之道 叫做刚欲中正 第五牙是阳阳 所谓为刚 又守中又守正 第五牙如果是阳阳的话 又如果是阳阳的话 它叫做中正之位 所以天下大行也 就是这样子来 所以过挂就是相遇 菲显显 以道中来讲 求道有四个来 菲是很困难的 你不要说我今天要求道就求道 我要轻破就轻破 我要行道就行道 有讲课就讲课 菲显显你认为这么简单吗 不简单 我们今天要来求道 有四种难处 这个很难的 到底有多难 各位写一写 人生难得 这个肉身挺难得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转世为猪 还是鸡 还是果物 还是动物 因为我们也是动物啊 我们都有可能 以前讲过 讲那个灵魂即脱胎转世 不知道转到 胎生 化生 世生 然后又有人大又有天大 世生六大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你看这么巧 我们今生今世又脱胎转世为人了 不管你是前道一样 分道一样 我们真可以来做人 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每个国家都没有去偏偏来到台湾 这个 各位前前 台湾宝岛 是一块宝地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那个 我们的大道是从中国大陆那边传过来的 传到来台湾这个宝岛 在这里一直生根 然后发展的最快速 从离国三十八年那时候传来 大连台湾的 结果你看短短的还没到一百年 我们就把道传到万国九州去了 有没有 大概有一百零九个国家都有了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人生 已经有得到人生了 你看在台湾当中有几个人还没有求道 河水在新加坡七年看到了 有一个杀鸡的婆婆要来求道 因为新加坡的道亲都是在菜市场卖东西的 因为我们前两年去那里看 就是买水狗就渡那个卖水狗的 买花就渡那个卖花的 买什么就渡那个人就这样子 然后整个菜市场都是我们的道歉 然后菜市场有卖那个椰子的 所以有一个叫椰扫 他没喜欢人家叫他什么扫 所以他卖椰子的就叫做椰扫 他也常常来开玩 他也修得很好 他也是非常苦 然后我们前年那三个人说 修道可以改变命运 他就开了 好 我要改变命运就开始修道了 他是这样子来的 然后我们过去就称呼他 椰扫椰扫 就是这样 然后他有一次他度一个人 度一个杀鸡的叫做鸡扫 杀鸡的都业重点重 你知道吗 那当场过水还在 然后他括号了 如果到一道东西你就知道 括号了准备要伴你求道了 对不起 怎么发生什么事 无形大的不让他求道 然后鸡的赢跑到他的身上去 然后跪不下 然后好像花红一样 像一只只要 只有手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在这里 一直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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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断到那个人 打断到那个这个都磨破了 脚也磨破了 手也磨破了 都流血出来了 你看笑死了 然后我们听到 啊 怎么怎么样这样子啊 然后那个 那个再撞了大概半点钟有了 撞一撞然后就冲上去 因为我们那个楼是十一楼 再冲上去是最顶楼的 他怕这个人跳下去就完蛋了 出人兵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结果那个以前人 不够不够 不够 不够 上线赶快追上去 上线赶快追上去的时候 我还硬硬的把他抓下来 不然他那一跳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结果又把他硬硬的抓下来 抓下来的时候 那个鸡灵就在附在他身上那个 鸡嫂那个身上那个鸡灵 就讲话了 他说他杀了我们兄弟姐妹 太多太多了 我不让他求到 我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前人说 不让他求到 可是名字都已经写上去 怎么办 除名 好像除名 那我们前人说 你叫现在赶快除名 名字把他除掉之后 他才硬帮他 就是 就是放他 然后他那个鸡灵已经退了 他在那里 哇整个身体 这个也痛 那里也痛 就是不让他求到 就是不让他求到 各位先生你知道吗 这个人生有多重要 因为你没有这个人的身体 你不可能来求到 各位先生有没有听过 那个猫得到的故事 猫也可以得到 因为有一个点团是画一组的 然后去办一道 办到 比如说这样子办办办到 然后办一办 还没有那个活动还没收 结果拿一个家 坛主的家 两个猫 那猫就跑到 那个典牌师的身上 典牌师就自然的 把他抱起来了 可是一个不小心 把他从前观点上去了 典牌师猫 真的喔 这个是真的故事喔 然后典牌师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结果有一次喔 星火灵坛 西宫火灵坛 然后就恭喜这个典牌师 哎呀典牌师恭喜你啊 典牌师说 是不是老大人 请回家有什么事要恭喜我啊 他说你那一天在哪里点到啊 点到一只猫啊 一只猫那只猫跟我讲 非常感谢你 他已经超过了 他不用不用背这个猫的身体了 他已经去九九重阳关系继续修了 那那个典牌师本来很高兴 啊 你猫都可以点啊 还得超偷啊 哇这个倒太殊胜了吧 哎 就跟我给我说 可是 哎 他一万年来的罪过痛你要承担 他吓死了 哈哈 就这样子啦 来乱看起来 这贵家来 老师慈悲啊 哈哈 请你拨撞拨撞啊 我哪里有办法承担一只猫的 一万年来的罪过痛啊 哎 所以你看 没有人的身体喔 你要求到很难很难 包括七天省的都没有办法来求到 因为没有落地啊 包括第五的鬼魂也没有肉体也没有办法求到 来各位先生 所以你看看人生难得 而且要来投胎转世为人生 机会有多大 或许看那个地藏网 不是地藏网 那个地游记啊 他说十万条灵魂 只有一条可以来投胎转世为人 十万条呢 我们都是十万分之一的一个 灵来投胎转世的 各位先生 人生真的太难得 啊好 你一定有这个肉体了 有这个人生的 中华男生 如果你又不小心去到那个 欧美那边 还是什么 非洲那边 还是说 伊索比亚那边 糟糕了 连饭都没有得吃呢 伊索比亚我们知道吗 他们吃那个土呢 土饼啊 就是用土做一个一块给他们吃下去呢 但是根本没办法消化了 可是他们就吃这个东西 吃也死 没有吃也死 死了算了就这样 所以你看中华男生就是我们的 中国大论包括我们台湾都属于中华 所以你看要降生在中华 不简单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降生在台湾的话 各位先生 你想求道 没有啦 没有你的份啦 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四郎 三曲郎童啊 以前是清阳旗 福西市的那时候 你想求道 没有你没有皇帝 没有资格可以求道 如果你是弘阳旗的 就是好几万人挑选一个人 而且是非常精英的精英 像那个孔子只选择那个真智跟言辉嘛 释迦牟尼佛只传给嘉义尊者 所以你看呢 白羊旗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道已经送到我们的门口了 可是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请你来求道 我们的话还要打个问号呢 所以以前的求道 但现在的求道已经差很多了 现在是拜托你来求道 以前是你没有找我 我不可能去拜托你的 所以你看三曲郎玉 所以白羊旗我们已经想同了 所以白羊旗我们已经相同了 一定要好好珍惜 名师郎玉 这个名师代表的激功伯伯 因为清阳旗那时候 是那个福西圣人 长道派 南生谷偶长天派 把弘扬起了是 释迦牟尼佛长天派 视阵谷偶长道派 我们现在名师就是 明乐祖师长天派 激功伯伯长道派 所以可以拜激功伯伯为师 也就是这一期而已 所以你看 名诗难遇 所以你看人生难得 我们已经有人生了 中华难是我偏偏在台湾地的 对不对 三岐南口 我们偏偏碰到了 各位先生 如果你早一百年来 碰不到 你在晚一百年来 不一定 这个都很难说 所以名诗难遇 我们现在却碰到了 我们一代的大名诗 就是激公佛果的 所以你看 诗难变成诗意了 如果你再不好好把握 这次相逢的一个机会 凑是这个相逢的机会的话 机会已经没有了 因为 再来就是 没有六十五代了 因为我们东方十八代 西方二十八代 后东方六十八代 刚好是六十四代祖师 所以激公佛果 就是六十四代祖师最后一代的 因为已经没有六十五卦 只有六十四卦而已 所以叫做末后一早 就是这样子来 这个师母更不简单 你知道他要求到有多困难吗 这个人是两百三十八岁 那时候就一九九零年那时候 二十四代祖师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泰国的高僧求道 所以这是华语族的一个典团师 然后他华语族从得道产 2002年沈经理还有几位讲师 去拜往泰国的高僧 就是这位浅显带他们来的 因为这个浅显是泰国人 他求道之后 他就哇 这个道再殊胜了 结果就跟那个典团师说 我们深山里面有一个 两百多岁的师父 我们去祝祂 他的典团师父好 我们就去祝祂 你知道这个高僧 你知道吗 他已经修到多厉害 他灵魂可以出窍 所以在一百年前 在一百年前 他已经可以灵魂去到南天门去了 他已经两百三十几岁了 是199、900的 在一百年前的时候 他灵魂已经可以到南天门去 他灵魂到南天门的时候 不能进去 我这种境界不能进去 不然谁可以进去 他说你要得文三宝 你才可以进去 不然对不起 三宝大帝在那里把关 你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 就是这样子 他说那我怎么样才可以进去 他说你要得文三宝 三宝对证的时候 你才可以进去 他说我还要等多久 才可以找到灵师找到三宝 他说你还要再等一百年 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再等一百年要两百多岁 所以他不敢死 因为没有求到怎么敢死呢 所以他就又下来了 所以他都闭关 他的弟子有五百六个人 所以一直在闭关 一直闭关 所以那个神经理要去的时候 三天前 他就 他就已经不觉到 觉悟到了说 有高人要来了 就是这个冰师要来了 所以那个激公伙伙 跟他讲 你等一百人要求到 实际已经成熟了 你大冰师要把这个道 送到你家里来了 哇他就很高兴 叫他五百多个提示 赶快打扫门庭迎接贵宾 所以神经理他们还没到之前 他已经知道他们要来了 这个人到街 就带他们一群人 带来九个人 他们说开车 开二十几个小时 然后又不能爬上去 从山下一直爬 爬到山上 已经爬四个小时才走入走道 走道的时候 已经两排列队欢迎了 他们吓了一跳 难道你们知道我要来吗 他说对 这个师父从来没有 他都闭关在里面 从来没有落面了 这一天特别出来欢迎他们 然后欢迎他们 才把这件事情 告诉神经理他们 说我已经等你们等一百多年了 因为我要求道 就这样子 所以各位前姐 你就知道求道很殊胜了 所以求道之后 各位前姐 山宝一定要牢记在心 因为你要经过那蓝天本 它会跟第一宝是什么 第二宝是什么 第三宝是什么 山宝对证对了 你才可以进去 山宝对证少一宝 还要在 就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要 要山宝牢记在心 所以现在这个人还在 他就跟所有弟子说 我今天等一百人才能求道道 你们每个人看你们个人的阴眼 你们要求道 我们就一起求 你们不一样的话 不勉强 各位前姐 如果你是当地子 你会不会求 求 肯定会求的 所以他五百多个弟子 通通一天 都通通求道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是泰国的佛教 所以都是来求道 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 六祖圆子是跟我们讲 释迦从此绝中风 辱迦得我幻化通 末后三期收远师 正亲成立何中忧 意思就是说 释迦摩尼火到这里了 绝中风了 因为释迦摩尼火是 他是长弘扬起的 到天盘 然后释迦摩尼火已经到这里了 他已经形化到两千五百多年了 甚至三千年 然后现在接着下来是谁 辱迦得我幻化通 就是同那无字 叫做辱迦思想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 研究四十五经 就是这样子来 中庸、大水、孟子、鲁律 我们就研究这个 包括《易经》 这个都是辱迦的一个书本 所以现在的时代 就是辱迦的时代了 所以末后三期收远师 就是这个时候叫做末后三期 正亲成业何中庸 就是我们表现我们的诚心诚意 你这样才可以跟这个圣人 所有圣人来达成奇迹 所以合道中庸之道 所以这一段是在讲那个死迹 清阳起过期了 欧阳起也过期了 现在就是辱迦应运的 拔阳起正是时候的时候了 好 再来各位简点 这一些就是《易经》的 不是《易经》 不是《易经》 就是你要懂得它的位阶 所以这个叫做 刚柔成一章之道 读来读往之道 所以我们不管哪一个卦都一样 或者只是用钱卦做代表 第一摇的地摇就是地位 第三摇、第四摇就是人位 第五摇、第六摇就是天位 这个位置 位阶我们要了解 或是有一次去大陆 他有一个称先生 好几年了 公聪明明就知道 然后呢 他那时候来佛堂 愁眉苦眠 我看他很可怜 我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 然后呢 他私底下就请欧阳帮他 算算看 你知道他为什么吗 他说我在家里是什么位阶 以前就是这样断了 就是这样断 做这么巧 动到了钱卦 然后动到了第一摇 各位想想 我哥哥跟他讲 你在家里完全没有地位 老婆也不听你了 那个孩子也不听你了 他现在差大一点 眼泪就掉下来 因为我一眼就讲出他的心事 他其实不是我里面 是异性的 我看异性的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他还很疼疼 说当初我就帮他 怎样怎样 因为我断准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他还把他的心事跟我讲 他说他要跟老婆离分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看 所以我就让他一直吐苦 吐心事 他就讲一讲 他把心事讲一讲 他就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连儿子都不理他 他也不拿给钱 也不给甜甜 所以你看看 人生真的是苦难 所以这个什么位阶 这些都是在断这个的 如果各位甜甜 如果他今天动到第一摇 第五摇 哇你现在得时得运太好了 第五摇是最好的 所以这样大概就会断了 然后这个地上 地位就是又有分地下跟地上 人位又有分人下跟人上 天又有天下跟天上 所以这个六摇就是这样 这样子来看的 所以这个可以断定说 你在断卦当中 你如何来断这个卦 所以这首诗他说 家鸡有食汤多尽 也喝无良天地观 若向仓头求鬼力也持 生烟能得逍遥 他说我们家里的鸡 虽然天天都不丑吃不丑穿的 我们家里有养鸡 养药养什么 他们不用像野鹤一样 没有粮食 到天天去找粮食吃 天天去找粮食吃 他们不用的 因为家里的主人 一定会用饰料给他免吃 用什么东西给他免吃 把他们养得胖胖的 可是等他们长大的时候 汤拨不尽 已经接机死亡了 也喝无洋天地宽 也万得喝 虽然每天都为了吃这一块 可是他们逍遥自在 所以你要当家鸡 还是要当野鹤 我们自己去选择了 若向仓头求鬼力 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 都追求名跟利 以仙魔来讲 这个好像是藏你的头 那么小而已 即使你拥有几十千亿万 那个都是藏你的头而已 就真的少 所以此生焉能够逍遥 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 我们的佛性本体 你才可以逍遥自在 所以刚刚不是讲 那个虚空那么大吗 各位姐姐 我们的佛性本体 整个虚空都不完 包括这里的太阳系 还有另外一个银河系 还有一个天的 宇宙通通有我们的佛性本体 各位姐姐 我们要领悟到这一点 好 包括 这个 这个就是在甘义经 所以立位就是叫 因柔 刚柔 立位刚柔 人位叫做仁义 黑位呢 就是阴阳 所以这个都是义经里面的 尊有名词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好 这个就是在断说 比如说 或许为什么要这个卦呢 因为这个卦 水火祭祭卦 是六十四卦里面 刚刚好的 这个怎么看 第一摇 第三摇 第五摇 要阳基阳位 就是得证位 看得出来吗 比如这一摇 就是阳基阳位 得证位 第三摇 也是一样阳基阳位 得证位 第五摇 也是一样阳基阳位 得证位 可是它是外卦的中摇 外卦的中摇 看得出来吗 这个叫做内卦 这个叫外卦 外卦的中就是这一个 内卦的中就是第二摇 我们看义经就是这样看的 所以中摇 它又是阳基阳位 所以它得其中正之位 就是这样 所以第五摇 可以得其中正之位 一定是好摇的 然后呢 阳摇怎么看 二四六都是阳 只要是二四六都是阳 叫做阴基阳位 得其中正之位 因为第二摇 是内卦的中摇 第四摇也是一样 阴基阳位 得其正位 它没有得中 所以没法叫的 没有中位 第六摇也是一样 阴基阳位 得其正位 所以只有这个卦 刚好一三五阳摇 二四六阴摇 刚好都是得正 有得中 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摇 好 好 好 那为什么阳摇跟冰了 要用九跟六 有一次把那个 祸水去摄桃 然后祸水 我们初期班结束之后 都会有一个新的回响 那个祸水 很好玩 他说 他回去都教他 反正他 来上课 就回去 交给他儿子 他也教他儿子 被那个儿子 禁滚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 他没去加油 他儿子突然间 爸爸 加油 我再也有一斤 爸爸说 在哪里 在哪里 你看 九二 九五 所以九就是代表两秒 代表钱 所以代表了九匹电塔 九九重想关 这个都是 六代表阴 也代表分 所以六代表六道沦违 代表六合 六次集散 六六大顺 这个都是六 所以其实就是 十一已经很简单 第一个阴咬就是六 阳咬就是九 叫做九六元人 九六元人就是这样形成的 各位姐姐 你可没有发现一个 像这个 哎哎哎哎哎哎 变成了 所以你看 它只要是 我们在念 比如说第一窑 为什么叫出九窑 因为它是阳窑 阳就是九 所以只要碰到 阳窑就叫九窑 就是初九窯 第二窯是阴窯 阴窯是六 因为它躲在第二窯 所以叫六二窯 每个话都是这样 比如说第三窯是窯 窯就是九 九三窯 第四窯是阴窯 六 就是六四窯 所以你看 六千多人的义圣人就知道 用这一套了 他就用九跟六来做代表五号 到现在还是都没有变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圣人 然后六窯当中都有他的意识 第一个我们先讲说 以人生来看有莫大的关系 第一窯 我们先看这边 赤子之心 第二窯就是掌杆成人的 第三窯就是代表随意已经有成了 第四窯要吃冷苦中苦 第五窯还可以光闻人上人 所以已经就是这样看了 然后第六窯人生的终点了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过去了 所以就好像第一窯就好像是什么 这个孩子刚出生 第二窯已经长大了 第三窯出社会了 第四窯已经当劳盘了 第五窯已经赚到很多钱了 可是能给赚到很多钱的时候 死期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六窯大概都是这样看 只是你以人生看来是用什么 人生有生老病死 各位前线 人生的过程 人生的终点 有修的人就是不一样 所以各位前线 圣人就是这样过一生的 童子就把他的青春还有经历 还有所有的一切 通通投资在杜瓦中神身上 所以你看他成就了一代圣人 叫圣中圣也代表了至圣 因为他的弟子都曾经圣人的 他的弟子有亚圣也有树圣啊 所以这个都是圣 所以叫圣中圣 孔子老子也是一样 他出了韩古关 留下了道德经五千多年 所以你看他为成为道家人 真宗真 就是真人也就是亲王 也是一样 他的人生就是这样过了 活头也是一样 叫做活中活 独乌来活 所以你看他创造了佛教 所以你看他的弟子 也是很多人来成就圣道 也去了 所以各位前线你看 同样一个人 同样过一生 同样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也确刻意来成就圣道 而我们的一般者 有为善者是七天神 为乐者是六道如悔 那就差得太多了 所以各位前线 我们今天要来研究一经 就是要笑话圣人他们作为 他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做什么事情 现在就对了 他们来到人世界做什么 待天宣化护天之德 来度化众生 皆饮有缘的众生 这样子 如果我们也可以效果他同等的 我们也可以来成就圣道 这是肯定的 这以前讲过 第一摇就是脚板 脚底都可以 第二摇就是小腿 第三摇就是臀部 第三摇就是臀部 第五摇就是胸部 第六摇就是头部 这个可以断 比如说他受伤了 你看到动到哪一摇 比如说动到第六摇 你跟他讲你头部受伤过 肯定是这样子的 以家庭来讲 第一摇就是老腰 第二摇就是本身 第三摇就是大哥还是大姐 大哥大姐就是第三摇 第四摇就是母亲 第五摇就是父亲 上摇就是主父母 所以这个也是在段五 类似这样子的 以国家来讲 第一摇就是代表了庶民 就是百姓 第二摇就是代夫人 第三摇就是山公 第四摇就是朱婆 第五摇就是君王 所以或许一直强调 第五摇最好就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他君王之位 如果一个德忠德政的话 他更棒 所以第六摇就是百分之九 百分之九十 大概百分之九十 第五摇都好 只有百分之十 第五摇就是太厚了 这个就是以国家的立场来讲 好 这个家就在段了什么 就是你家里也跟近 好 四摇就是乡村 第二摇就是你的家的乡镇 比如说或者你住在水甲镇 第二摇就是这个 第三摇就是县佳市 第四摇就是省佳市 第五摇就是台北市 第六摇就是花蓮市 比如说你今天住在基隆 就相反了知道吗 就是以你家为主 然后看哪里最远的 这个是厚水以我家里 台南市来算的 台南市跟台北市是很遥远 花蓮更远就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是花蓮了 要相反了知道吗 你不要都那招这样招 不是这样招 就是你家是第二摇 然后看最远的看你哪里 第一次推推 以修道的因言来讲 第一摇就是不知道 第二摇已经得到了 第三摇就是随道 第一摇就是行道 第一摇就是了道 第二摇就是成道 所以各位简介 我们求道之后 得道就是求道 得道就是求道 求道之后一定要随道 学道之后一定要行道 行道之后才能了道 了道才能成就生道 这一定的 你不要说我求道 我得道 我什么都不做 也没办法来成就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肯定是这样 所以我们求道 就好像买一张 打一张地铁的票 然后你时间到底要去坐地铁 对不对 你都不做了 这张票也是会票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道理不是一样的 好 以修意的角度来讲 第一摇就是浅龙 就是浅龙无用 第二摇就是现龙在天 第三摇就是厉龙 第四摇就是耀龙 第五摇就是灰龙 最后一摇就是炭龙 你看还是第五摇最好 灰龙待尖 厉见大人 好 这个最常用 听跟我讲 在断卦的时候最常用 第一摇大部分都是不足 第二摇的东玉 东玉还不错 就是很好的灵域嘛 就是斗律嘛 第三摇也不好 因为第三摇都修 所以百分之九是第三摇都修都不好 好 第四摇都修 都修就是害怕的意思 为什么他害怕 因为他在第五摇的旁边 第五摇是君王的 他是成的 半君子半辅 所以斗修就是害怕的意思 后水去大陆有一个浅浅 叫后水帮他看 后水帮到第四摇 我说你在怕什么 他有一个眼睛这么大看的 真的 因为他背过那取压 取压 取厘过 他就一直在第一摇一摇一摇 他说有龙大哥那怎么办 后水就叫他低调一点 就是这样子 六摇都攻又都城里面 六摇都好就知道了 第六摇又不好了 过于 所以过 你看这摇是不足 这摇是过于 所以过于不足 都为中庸之道 所以怀之都是要敲到好处 最好的 所以刚刚这张 听听一下 这一张 就是在帮人家断的时候 很软用 常常用 你先用这个断 然后再探文词 八九不离十 都满这个 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 就是掐子一摔 好 钱一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 魏晶在家 一家就是这个 钱一对二离三 这是遜儒 这里不是一文吗 遜儒 坎六等七五八 就是这样 像这张图这样子 好 好 钱一对二离三正式 遜儒坎六分七五八 就是这样 好 会按也会算 你知道吗 今天顺便跟各位讲怎么算 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容领 七月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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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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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姐姐 掐子一算看看 七月二十七 这个时候 我算吗 七就是潜力对外离三 就是叙儒坎的科技更发 七就是更挂 是不是 更挂出来的时候 先把它画下面 injuries 更挂 可是要是这样刀 有叙儒坎的不甲 但是也可以看 喔 那二十七 就是叙租二十七 尤租二十七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四十四四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七七十二十一二十三 四、二、五、二、七 十二 离挂嘛 如果你这样四端人家看卦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就不要讲 你不要说一、二、三、四 人家约顺什么我都懂了 对不对 比如说 哇 怎么挂 其实后者就是用十的 就是除以八 想到的十十分是升三 就是离挂 前面都要离心 你不要就把它贴在上面 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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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离 离 所以后者说 有十十分为备手就是这样子 你弄出来你就知道什么话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几点?九点 害死了 一咬两个吃疹 直走凌宝身士 五位身有虚害 因为现在是九点多了 所以就害死 所以冻到第六咬 那这样会不会 一个挂出来了 所以你看今天水到会卡自己算了 而且不是用日期就可以了喔 用农历的不要用国历的 那这样会不会 冬瓜就这么简单啊 就是用日期来断卦 断这个卦又动了牙 你要不要有压力呢 因为上一次我不小心讲说 掐子宜算 好几个人都来问说 什么叫掐子宜算 好啊跟你们讲 要讲就讲彻底一点 爱情人真的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都不讲一个话 怎么这么厉害啊 老师怎么这么厉害 哪里厉害 就这么样子而已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比如说 你今天有什么事情 就是怪怪的像文猛说 诶 各位前天文猛为什么要动瓜 你知道吗 他那个一次情取 突然就倒掉了 他就动了一块 就这样动了 就看那天的几夜几日 然后什么时候 刚好那个时辰都下去 像我们现在这个时辰 7月27号这个时辰就是旅瓜 至于旅瓜怎么样 因为我们没有分事嘛 所以就不用解了 所以跟大家讲说怎么动瓜 解过都是高期班在解的 有高期班会跟你讲说 旅行代表去旅游啦 去玩啦 这样子啊 诶 诶 很厉害了 不是有六个人去旅游吗 死了几个人啊 不是有四个人吗 四个人吗 还有两个失踪吗 诶 他们跑去游 跑去玩 旅游就是去玩嘛 六个人嘛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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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讲第一次讲 因为太多人来问了 我说好啊 干脆跟你们讲清楚说明白 这里只是一招而已 以后会更归讲那个 读一句 现在不是读一句 那个什么梅花心意 梅花心意 是用书本翻的 也可以啦 动不过 那个是要有事情才才翻 没有事情你就不用翻啦 好 好 再来第二个单元就是 研究医经正确的观念 各位先生 今天我们研究医经 不是 我很厉害 可以谷卦 可以酸病啊 可以怎么样看天文 看地理 看什么 阳仔阴仔 或者跟你讲 这个都是小case而已 在医经里面 谷卦是万分之一 真的喔 一万分之一而已喔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观念 什么叫正确的观念 义经是教人达到大人的境界 以前讲过 大人就是佛的境界 对不对 圣人的境界 就是读义经 就是要让你成就圣大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的义经 又没有办法来成就圣大 太可惜了 因为你那个方向感抓错了 所以孔子才引述说 前卦九五 非荣在天 立见大人 就是这个大人 大人就是成就圣道的义士 所以各位浅姐 如果你可以达到这一样 或许要恭喜你的 代表你修道成功了 到百岁之后 非荣在天 你这条楼自己回去 希望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要恭喜你 什么叫做大人 文言 前话跟空话 有文言 其他东西有文言 文言说 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以日夜合其理 与世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其几凶 麻烦各位 把这一句话 一定要牢牢记住 整个义经都在讲这句话 这个是重点 义经的重点就是这一段话 各位浅姐 如果你会写毛笔了 也希望你把它写起来 然后放在那个枪笔上 时常的跟自己讲这句话 与天地合其德 以日夜合其理 以世时合其序 你可以达到这四点 你就是大人了 所以要做大人也不简单 要做到这四点 怎么做得到 以天地合其呢 天地的德性太大太大太大 浩瀚无比 所以我们怎么 可以可以来跟他合其德 其实也不困难 只要你懂得他的道理 你就知道了 以天地合其德 就是做到大功无师 不管你做什么 都是大功无师 你就是以天地合其德 因为天无师父 地无师在 日夜无师照 宇宙无师等 圣人无师心 君子无师念 所以各位浅姐 什么叫无师念 就是浩瀚跟各位讲的 望言放下 一念不生 就是没有念头的意思 你如果可以修到 没有念头 就是以天地合其德 浩瀚绝双都跟各位讲的 真的就是这样子 起心则是望 只要你起心动念了 这个是望你心跑出来 望心就造业了 所以我们造业 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坏事 不是这样子而已 做什么坏事已经很糟糕了 你的起心就是一个业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会做什么坏事啊 业报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你的念头太复杂了 你的念头起心动念太多了 所以你的业报就多了 如果你可以修到 完全望远方向 一念不生的话 我随跟你讲 与天闭和气等等 所以就是这样子 好 第二个就是与日夜合其理 这个讲一个故事 大家比较可以了解 以前就是有一个大师傅 然后就很喜欢跟秀才论道 因为秀才就在庙宇的旁边而已 他住在旁边 常常可以说天天来跟那个大师傅论道 可是两个人不知道怎样 就是那个化不同情 三个人伴居多 然后在那论 天天论 可是天天不欢而散 所以秀才就很大 好啊 我要考考你这个大师傅 看怎么跟你的德行是怎么样 结果就写了一通信 夏战司 说明天早上五点 不要去找你 我不要用最高等功夫来考考你 看你的境界有多高 那个大师傅收到那一个聘书 招调了 坐立兰安 本来都是逍遥自在的 一收到这一章 不知道怎么来应对 他刚好有一个庙宇 不是说有那个卖豆腐的吗 卖豆腐的商人都挑了豆腐 拿到去买那个庙宇店的那个师傅 因为他们都吃灾嘛 吃灾以前吃灾的人都吃豆腐嘛 那卖豆腐呢 就经过大师傅的门口说 哎大师傅啊 你今天为什么做兰安啊 看你脸色沉沉重重的 好像不太对 大师傅就跟他讲 你看人家已经下了 下了战书了 说明天早上五点要来找我 来历论论道这样子 那个卖豆腐的时候 这个小事啊 我来帮你处理好了 卖豆腐的啦 那个大师傅心里在想 我这个这个 这个修了好几十年的大生的 都没帮我应付 你可以吗 他们都讲出来了 那可是啊 就是在没帮我上下呢 他还是好啊 你要帮我挡的啊 挡这个啊 好你就帮我挡吧 那个卖豆腐的就跟他讲 可是你那个柜子要借我坐 拿那个袈裟借我穿 帽子也被带 因为他要打范围是老师傅嘛 就这样 好 那个师傅说好啊 但没问题 这个等着都让他了 结果呢 隔天那五点 五点还是天还没有亮嘛 结果那个秀才 我就很高兴啊 因为今天他要出招了 然后就要远远看那个老师傅 坐在那个座盘上 这个肯定是那个老师傅的 他什么话都不讲了 因为天天讲的 就好像不能契合 今天不讲 就用比的 那个秀才就用比十啦 十啦 然后呢 那个麦豆腐了 就是那个老师傅 那个老师傅那一个 那个麦豆腐那一个 看到他比十 那个麦豆腐就跟他比四啦 这个很残疾喔 那个秀才看他比秀的时候 他又比三啦 麦豆腐了 摇摇头 都这样子啊 比五啦 手摇摆就对啦 那秀才最后又比一啦 那个麦豆腐就很生气喔 那个什么 拳头都拿出来了 准备要中他这样子 那个秀才看到这一幕 哇 回朝花喜充满花 一流转完 庙不可言啦 就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 刚好到那个庙口 有两个小撒民在那打赏 小撒民说 哎秀才啊 好久没有看到你这么开心啊 哇 他说你没有的师傅 太厉害了 我平常都不会到他了 我今天都没有跟他讲话 是用比的 那个师傅说 那个两个小撒民说 我师傅说什么啊 他说你师傅太高贪了 我起头就问他十恶 你死吗 十恶啊 十恶如何来破解啊 各位前前 我们十恶有四恶 有机与妄语 二与两神就有十恶 心有三恶 就是贪嗔痴 身体有三恶 就要大到底 加起来有十恶 所以秀才问他说 十恶怎么除 所以你师傅就说是啊 就是破四相 你不要我相 有人相 受者相 众生相破掉就好了 然后秀才就问他 那三恶 我有三星怎么办 三星就是过去去 现在星 未来星嘛 你师傅很厉害啊 他鼻鼓咧 然后手一摇摇摇摇摇 他说你用五戒破他嘛 十二道零忘九嘛 五戒就破三星嘛 然后我问他说 那犯法呢 我多跪 那一跪就有了 一跪哪里啊 你知道你师傅多厉害吗 他握起拳头 就跑跳起来了 一归五嘛 五归五级啊 太高竿了 太厉害了 所以 秀才说 我今天干拜下方 我今天太喜悦了 到这个滑堡了 所以他就跑回去了 然后跑回去了 讲那个麦豆腐 麦豆腐呢 那个师傅就出现了嘛 他走了 师傅在后面看 你们在干什么 他说没有啊 很简单啊 他就问我 十块豆腐多少钱啊 我怎么会卖豆腐啊 他不知道吗 他比十嘛 十块豆腐多少钱嘛 我说四块 你知道你这个朋友 很够意思 他还跟我撒架 他说三块可以不可以啊 买地上啊 我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 这样子啦 然后呢 他说三块不买的话 不买 一块钱就好 一块钱不买的话 不买的话 我就不买了 就是这样子啦 然后我就会生气喔 二几天都 准备做餐 还好他跑得太快了 我就被我做不到 各位贤贤 不会负的啦 就是这样负啦 不会负的 就变成 对 对 洞财 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 这个就是达到什么 就是达到 以日夜合其米 米就是达到明星见性的境界了 所以那个秀才就是达到明星见性的境界了 好 以四时合其续 就是春夏秋冬 那种细力没有失掉 所以孔子有一次喔 在讲课 很多弟子在那边 然后他就不讲话了 三千弟子在那边 他不讲话 那他怎么办 所以呢 孔子就紧张了 哎 老师老师啊 你怎么不开示呢 孔子就说 哎 予欲无言啦 啊 孔子说老师啊 你怎么不讲话呢 哎 孔子就问他说 只日不远 则小者何处焉 老师你都不讲话 好啊 我们这弟子要怎么办啊 哎 孔子就说 天何言斋 时时喜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斋 天有在讲话吗 地有在讲话吗 可是 春夏秋冬 你看运转的那么好 所以孔子就讲 道是不用讲的 你讲不出来的 讲出来的道就是非道也 好 所以他说天有道地有道 所以天不远 地不与啊 哎 所以他照样的可以把 智悦星辰 还有事实运转 运转的那么好 还有百物都可以照样的生化 哎 他们有讲话吗 完全没有讲话 所以这个就是 与事实何其虚啊 好 最后就是与鬼神何其其凶 所以各位先生 我们每一般生活都有来哦 哎 不要小看一个小班 像我们这个小班 只要二十几的 有一些扣位的 各位先生 你没有看那个扣位呢 哎 哎 你不要害怕 那个都是生活在做 你知道吗 哎 真的就是这样子 来 或者让各位看一张图 你们就知道这张图 哎 这张图 它是有来历的 哦 它是在那个 印尼的 苏拉玛亚四 一张 有一个小女孩子 他本来是新基督教的 大概十一到二岁而已 可是他就很喜欢画图 然后他求导之后 妈妈就带他来 今天火堂 这个开班 这是火堂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奥州嘛 讲师在这里讲的嘛 然后原来是他们坐旁边 而且到坤道都问班 然后他在 在这个坤道里面 再来坐族 可是他有天点 就是他有营养点 他看到所有 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我们看不到嘛 对不对 他把他所看到的 通通把他画下来 然后画下来之后 然后给老师问他 哎 你画的这些是什么 他说 我看到的是 有形有形有形的这些 对 可是还有天兵天降 他把佛堂包围起来 你看 够起来 这个都是天兵天降 然后呢 四大菩萨 就这个 这是观圣地君 是那个 观法律主啊 那这个是李宣祖 还有两个将军 都成为四脚通胖 包起来 然后呢 他们说 上帝有这么多的诸佛菩萨 都来护台 这么多 这两个 这两个就没有仙火战了 这两个就是 寂宫佛菩萨 就是师尊师母 他们下来 跪在这里 跪在这里做什么 你看各位显现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那个什么 鬼魂 这些都是 都是鬼魂 就是我们人入班 我们那个厌寂 这些会跟着来 这个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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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魂这些有没有 都是要来准备讨债的 可是佛堂 佛堂 非常殊胜 所以有八大金刚 数位菩萨都复堂 所以他们不可能进而来 然后 寂宫佛侯 师尊师母 就苦苦要求 让我这些土耳好好修到 然后呢 行功表现 把功德还给你们 就这样 就在这里跟那里谈判就对了 所以你看这个 你孩子 看到了 所有一切通宗 把它划下 所以各位学生 一个法会的书生 就是在这里 你不要看我们现在 这二十几个而已 你知道吗 这里有多少仙国 在这里复堂 你知道吗 所以一个法会的书生 就是在这里 所以四个 以天地合期的 以日益合期并 以世事合期虚 以鬼神合期即修 所以各位学生 以后看到鬼就不用怕了 你要跟他合期即修 我们真的有同修是这样子 各位学生你知道吗 他有一四个班 按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个飘飘飘飘的 我们不会怕吧 可是他就不怕 他也跟他讲道理 你不能出来这里下人 这些是三超普渡 你要赶快去投胎转世 温染 才有机会来得温大道 如果你来这里下人 还忍的话 那个照得恶一点 你生生世世不能来投胎转世 那个听他这样讲 哟点就不见了 知道吗 所以看到什么东西 也不用怕 你就跟他讲道理 好 最后就是 义是穷里尽兴以至于命 说话转公文讲 何顺于道德 而理于义 穷里尽兴以至于命 你看 义经文太厉害了 什么叫穷里尽兴以至于命 孔子在随六亿的时候 他的精神很好 或者跟各位讲一下 尤其他在弹琴 以前要修道就要修六亿 琴琴书画 还有驾马车 还有射箭 这对我来 那个艺术通通要会 然后他在随音乐的时候 拜一个老师 老师就叫他一首歌 以前的古业 听过吗 七弦琴 然后孔子 弹了七 差不多三个月了 他把老师的歌曲弹得非常入神 他老师说 哇 差不多了 不够一首吗 孔子说 可是我还不知道 他的一个贤运在哪里 所以他不忘记 继续弹那首歌 又弹了三个月 老师说 你一定超越我了 那个贤运已经弹出来了 好 可以再随便别首歌了 他说不行 我还不知道什么人著作这首歌 里面的寒意是什么 然后他又继续弹 弹了三个月 他说 这个人是非常的苦闷的 然后被囚禁起来 心里很不舒服 他说一点 他就在那个时候写下这一首诗下来的 然后老师说 这样可以吗 还不可以 所以我不知道是谁主作的 然后他又一台 他才可以 他反而大悟 跟他的老师说 是文王圣人被求婚在游里的时候 写下了一首符枝 他老师说 你太厉害了 这首歌叫做文王寿 你看太厉害 这个叫做求你尽兴以至一命 所以各位先生 我们研究到底就是要研究这样子 不要摸到底 就是说你很厉害的 还有肉啊 肉里面还有骨 骨里面还有精髓 了解吗 不要说我已经很厉害了 我已经很厉害了 会当讲师了 那个都是匹而已 像霍水研究三四爷的医经 我也觉得我摸到匹而已 各位先生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 医经有多浩瀚无比的 我们做个结论 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医经要做什么 就是要融为冠中医经 应用于世间上 然后达到了医经生活化 生活医经化 医经修道化 修道医经化 所以你会医经 你的生活 你的修道 你的作息 什么都是医经 基督婆婆婆 他们讲 君子有三习 此生不修道 可习 不习生也 此日虚度不可习 不习之也 此生不爱 不可习 不习生也 所以他教我们要三习 真的 所以我们彼此互相的珍惜彼此的一个音乐 这些都是佛演 或是三音乐 今天我们就把后望 大概跟各位分享了 今天到这里 都不足了望前我们主持社税龙观 请各位前期的东西好好看 基金获得随心 恭喜各位 升级金刚 万事与利 感谢师杯 谢谢